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會開車的請舉手 不愧是洛菲斯啊 都有車啊 咱們打個比方 這把椅子就是一輛車 麻煩你跟我配合一下好嗎 謝謝 請上車 打個比方 現在你正在開車 突然你想起一件急事兒 要發一條短信息 怎麼辦 開車發短信違反交規啊 如果有急事兒呢 那就把車停下來 找一個安全的地方慢慢發 如果很著急停不下來呢 踩刹車啊 如果刹車壞了呢 刹車都壞了還發什麼短信啊 我都活到頭了 好嗎 你就是配合我是吧 那我再問大家一個問題 開車的時候沒有發過短信息的請舉手 大家都違反過交通規則 好嗎 好嗎 我們現在來做一個演示 麻煩你拿著這個手機 你現在正要去開一個非常重要的會議 但是路上非常地堵車 你很著急 於是你要編輯一條短信息 發給你的領導 告訴他你會遲到半小時 你把你要說的在上面打出來 然後按發送鍵我就會收到 你就打 堵 非常堵 我可能 爆 撞車了 嚇死我了 大家注意到沒有 他的視線離開了路面超過二十秒 二十秒啊 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很有可能 釀到一起慘痛的車禍 而且 二十秒的時間 只打出了五個字 堵 非常堵 我 然後就掛了 非常感謝你的配合 請回座 這位美女 麻煩你跟我配合一下好嗎 就是你 謝謝 請上車 請你拿著這個手機 好 我們點開這個小方盒子 這是我們磨精的測試板 情況跟剛才一模一樣 你把你要說的 按住這個小麥克風說出來 然後我就會收到 說什麼 堵 非常堵 我要晚到半小時 堵 非常堵 我要晚到半小時 松手 嗯 我收到了一條語音短信 堵 非常堵 我要晚到半小時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她剛才的視線 只離開了路面兩秒鐘 這兩秒鐘就意味著 她會避免一場慘痛的車禍 不 再提了路 你繼續按著這個小麥克風 給你的朋友送上祝福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你的模仿能力很強啊 我怎麼覺得 你跟你朋友關係不太好呢 你的朋友要是聽到 你這樣給他做生日祝福 他會非常地緊張 非常地忐忑 我是怎麼了呢 我是惹他不高興了呢 他為什麼會用這樣的語氣 來給我做生日祝福呢 我要該怎麼辦 他才會不生氣呢 什麼都不說了 請他吃個飯吧 兄弟 我請你吃硬菜 吃完咱們去唱K 就是這麼簡單 非常感謝你 謝謝 魔金我已經介紹完畢了 魔金我已經介紹完畢了 謝謝